音乐 多谢大家收看由安乐居 呈现的《北老80》 今天邀请安乐居医疗总监 吕耳斌医生 吕耳 您好 李文 你好 又见面了 可知道你刚刚去完 旅行回来 其实真的有时候 做事都要休息一下 是否是work life balance 每个人都是 其实对健康也很重要 是的 所以长者也是 譬如做一些不同的活动 认识朋友见朋友 其实对他们在心理和生理上都很有帮助 当然好的长者的服务 不单止是这样 其实还包括很多 今天就请了女医生上来和我们聊聊天 你知道我们《不老80》做了多过100集 这100集里面都有很多不同社区人士上来和我们聊聊 或者安乐居不同的职员和同事上来说话 但是很多时候很多人说 究竟安乐居怎么才可以参加 或者究竟安乐居是一个什么服务 所以我希望用这一集 就详细再讲解给大家听 好 如果大家错过了这一集 不要紧要 其实上网都要看回我们这一集 那麽女医生我想讲讲 其实很简单 很多人就说 听到安乐居是一个全面性的长者服务 重要是度身订造 帮长者的一个服务 究竟安乐居的PACE计划 长者全面互利计划是什么 其实就是这样 其实这个全面可以说 将英文是primary care和long term care加上 primary care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心目中说的医疗服务 前线医疗服务 另外那些长期性的服务 所以这个全面的护理计划 将两样东西加上 一个例子 譬如说一些长期性的护理 譬如说讲讲长者 很多时候不只是医疗上的需要 日常生活 有时候可能他到某一个阶段 可能因为是他行动上 或者是这个想法上 或者是他医疗的複杂 不同的原因 可能他日常生活 他需要做的事情是有需要帮助的 譬如说很简单 算你说 穿衣服也好 去洗手间也好 洗澡也好 或者另外其他 譬如说管理一些 譬如说去买东西 就是那些日常生活的事情 所以也很重要 因为如果日常生活 是照顾得好的话 这样他就没有那么大压力 而且他的需要是达到照顾得到 所以那些属于长期性的护理 很多时候就是说 可能要有些上门去帮忙 这样的护理 所以我们这个全面的护理计划 是将医疗和长期的服务需要 加在一起 用不同的方法去达到这些服务 另外再加上 譬如说有些长者的中心 有活动 亦是有运输方面 有我们的服务 营养 其他物理治疗 所以全面一个 是一个全面的护理计划 所以将这两样东西加上 基本上的概念就是这样 所以其实很简单 那些长者有时以为 长者服务就是 有人看着就可以了 其实不是最重要是这样的 还有其他很多东西 一些辅助性的服务 好像刚才你说过的 前线服务 即是前线的 送餐 接送服务 这些都算是前线 例如看医生那些 算不算是前线服务 我主要说前线服务 那些主要是看医生 需要见护士 但你刚才说的 运输送餐 我说的长期方面 需要日常生活的 长期的就是家居护士 是 家居护士肯定就是 长期的护士服务 所以原来一个长者 究竟需要什么服务 真的要度身订造 安乐居如何帮助他 度身订造 度身订造 这个概念 就是每一个人需要 你所说的不同 所以参加安乐居时 我们会有一个全面性的 评估 评估 我们就会除了医生 或者医师之外 社工 营养师 物理治疗 护士 等等 不同的 我们那些队员 都会有一个评估 一个全面的评估 了解他的需要是什么 所以了解之后 才可以设计一个计划 即是度身订造 譬如说有些长者 适合来中心多些 有些可能适合我们上门多些 有些可能中间的 有些可能需要多些物理治疗 有些可能需要多些物理治疗 需要了解他的需要 没错 不只是长者 也只是家庭的需要 很多时候 有一个很典型的 譬如说有时候 要照顾一个长者 家庭可能日后要上班 怎样去照顾得到 所以有很多长者 适合比如说 来到我们的中心 即是有一部分人 日后我们可以照顾得到他 也可以说有需要什么 如果要看医生 也可以 物理治疗也可以做得到 不同的活动 照顾他的身心 这样就可以 离开中心时 可以说 下午晚上回家 家人就下班 这是其中一个例子 亦有很多不同的需要 所以是不同的 对 可以配合到家人 因为很多时候 家人是需要有些帮助 因为又要上班忙 又要照顾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可以设计 也可以这样 可以帮助到家人 去照顾一个长者 所以每一个长者 他有不同的情况 刚才可能家人可以帮到 有些可能 家里自己一个住的 又或者有些可能家里有人 但未必帮他 所以很多不同的情况之下 安乐局 便会设计一个 全面性的服务给他们 看回他每个情况的需要 所以这个很重要 有很多时候 很多长者 现在都仍以为 虽然女医生是医生 但你也知道 其实不是有病 才去看医生 就足够了 其实还有很多事情 我们休息一会 等一下回来 就会讲讲一些 成功的个案 一些例子给大家听 又或者究竟 安乐局 在现在做这个 长者服务 面对什么挑战 任何再谈 继续回来 由安乐局呈现的 《不老80》 今天请来 安乐局医疗总监 呂耳斌医生 呂医生继续 以长者服务来说 要很有爱心 耐性等等 又不如我想问一下 除了这些之外 其实女医生 在这一行 现在照顾长者的行业 按乐局面对的挑战是什么 我想就是这样 两样东西 除了我们面对挑战 有关于工作人员方面 照顾长者有这样的经验 尤其是现在 整个健康系统 都有很多压力 因为有些医生 有些护士 有一部分就离开 因为压力 很多时候大家都看到 都是关于 这个冠型病毒 引起很多压力 这是其中之一 但我觉得 亦都要说一下 就是基本上 照顾长者的挑战 很多时候 很多家人的面对 就是很复杂 尤其是将一个长者 如果他需要增加 如何去哪里找到 一些适合的 譬如家庭的护理 去哪里找到 适合的长者中心 譬如去不同的 专科 或者看医生 如何去运输方面 去安排 很多时候 都挺 一头烟 我自己也有父母 有时候帮我妈妈 一定有这样的挑战 所以这个护理计划 我们安乐居 好处就是 我们可以提供这些服务 帮很多安排性 所以很多时候 因为我们有整队人 去帮忙照顾 以及我们系统的设计 很多不同 就是多些会跟家人 多很多 就是联络 了解他需要 度身去设计的计划 所以因为这样的做法 这个系统 让我们可以 做很多的安排 就是帮家人做些安排 譬如来说 如果我们说 需要去看医 专科医生的话 我们会跟他 约时间 安排运输 所以当他知道报告时 也会是 我们确定 就是我们的报告 会得到 我们有一个 主诊医生 或者医师 了解完 这个情况 就是全部东西可以安排 集中 是的 因为很多医生 很多不同的服务 我们有一个 整队 有一个中心 可以去安排 就算你说 有时候 如果要入院 之类 入院 出院 如果有什么改变 我们会跟得很紧 就是整队人 这个跟普通的系统不同 我们跟得紧很多 就算他说 有时候 需要出院 之后 去疗养院 或者去两个星期 然后才回家 我们也会跟着 医生 或医师 会去疗养院 去做检查 跟着 所以很多这些 可以对家人 还有有时候对长者的支持 大很多 那些安排 让他们这么复杂的东西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专业 去帮助他 令他简单 有很多东西 我们可以帮到家人 去做安排 所以这个支援 这个支持 这个安排 是很重要的 所以安乐居的一个很好的系统 已经整理了很好的系统 所以就算是面对一些挑战 也是用这些 那么好的系统 来解决这些问题 应该这么说 是的 很多时候是一种联络 很多时候 因为如果只是靠我自己 例如我妈妈 或者家人 打这么多电话 要了解这么多 而且要做到很多联络 是困难 所以因为我们有这样的 职业的系统 我们可以有很多这些 联系 很多沟通 我们可以为长者 和家人 帮他们做 帮他们去安排 支持就增加很多 我想知道安乐居 有没有跟其他的社区团体 或者其他的一些部门 一起合作去帮助长者 有的 譬如说 就算是中心 我们不是全部中心 都是我们自己去运作的 譬如说self-help self-help 譬如说 如果说唐人街 或者是中国人的社区 就是这么说 也都是有一些中心 他们是跟其他团体运作的 一起去合作 我们有一些长者 可以去那些中心 可以去那些中心 是的 譬如说也有很多 譬如说 有些长者住那些 譬如说有些大厦 就是多一些长者 有时候我们也会跟他们合作 会去到那里 跟他们做一些教育 可以说是宣传 让他们知道 我们有这样的服务 也很多时候 有跟很多团体合作 有时候他们说 有些学校之类 譬如说会来到我们的中心 有些什么表演 有些什么活动 和一些长者一起 也有譬如说 另外一些合作 譬如说 史丹福 麻省的三藩市的医学院 我们跟他们合作 做些研究 也有研究 是的 有很多不同的合作 所以其实是 跟不同的医疗团体 和社区的组织 即安乐居和他们合作无间 其实这也很重要 因为安乐居 不单止是服务长者 其实在一个社区 都贡献了很多年 五十多年 也都帮助了很多长者 和其实他们的家人 有时真的 其实帮助到长者之外 他们家人 又没有那么大压力 因为其实照顾一些长者 那个心力和心力都很重要 这个时间 我们休息一会 一会儿回来 就会讲究竟 呂医生有什么 很成功的个案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 一会儿再经 继续回来 由安乐居呈现的 《不老80》 呂医生继续来往我们 其实你参加了 安乐居的大家庭 一段时间 其实你觉得 有没有一些很成功的故事 就是故事 或者个案 你和大家分享一下 或者你有什么自身的感受 有 其实也有很多 比如说近来这个 我们在三十街的中心 有一位先生 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告诉我们一些反应 他说他很感激 很感激 他们对他妈妈的照顾 他妈妈只不过是参加了 当时和我们反应的时候 只是大约一个月左右 但是他说他妈妈 这十年来 都未试过那么开心 那么健康 虽然只是参加了一个月 他觉得为什么呢 他就是鼓励我们的 主陈的医师 和那些队员 对他的支持 和了解他 和对他的很多 刚才我所说的 安排 因为说真的 很复杂 如果他说 有人可以帮你安排 让他放心很多 亦都可以得到你的服务 或者可以得到你的医疗 物理治疗 亦都可以得到你的专科医生 亦都是 那些沟通亦都好 所以他的儿子 觉得因为这样的支持 让他放心 让他人开心一点 亦都和他那种爱心很重要 他觉得照顾他很好 所以也是一个例子 他是这位长者是移民 所以他亦都说 他们一向 他的角度来说 作为一个移民 很多时候 他们不是觉得 找人帮他们 不是那么惯 所以他说 很多时候 他们本身都不是那么接受 但是他说 这一次的经验 他得到的帮助 还是支持 令到他们很感激 所以我觉得 这些例子 只不过是 刚想到 就是上个几个月前 亦都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才做我们的工作 对不对 当然 五十多年了 安乐居已经全面长者护理计划 你觉得 他们成功的因素是什么 成功的因素 我说真的 因为 我们说这些是健康 都是很个人 是很深切 是很近身的 所以 是很重要 我为什么这么说 就是因为 那个信任 很重要 我觉得 很多时候 成功的医疗计划 刚才说 度身 做了计划 刚才你度身 但如果 譬如说 不适合那位长者 或者他觉得 他不太想 听你的意见 去合作 或者等于零 是吧 是 如果有了信任 有一个关系 如果他是信他的医生 信他的护士 信他整个队员的人 大家有这样的关系 和家人可以沟通的话 那才可以一起合作 又成功 但是这个关系 是要时间的 不是说可以 譬如说 我们因为医疗系统 美国来说 很多地方都是 他的集中性 那时候就是说 那些病的方面 是吧 但是有很多其他人 有身心 日常生活 那些事情 了解每个长者 系统 不允许那些时间 没有那么足够的时间 但是我们这个系统 对形容一些比较复杂的长者 除了有这样的需要之外 我们也设计 是有那么多 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些 评估 就是很多那些 我们叫做touch point 就是那些服务 就是可以常常会 大家见面 中心 上门 这样 才可以去 有一个关系 了解 那如果可以有一个 这样的基础 这样的好关系 才可以有成功的机会 其实我认为 有点像什么呢 李医生 就是你去吃东西 你有ABC餐给你选 但其实就只有ABC餐给你选 你可能根本想吃 其他一些餐 但是 安乐区的长者服务就是 你来到厨师之间 出到来 问你想吃什么 那些事应又问你 你喜欢什么服务 问好详细 知道了你的身体健康又怎么样 等等 接着出一个 对你吃 又有健康的餐 给你吃 这些是量身订造的感觉 是吗 是的 因为每个人的背景也不同 比如文化背景也不同 所以很多时候 需要这个深入 最后有两分钟 就想问一下 李医生 有什么建议给大家 比如电视机旁边的长者也好 或者他们的家人也好 如何找一个适合他们的服务呢 这样我也是觉得 个人都忙 所以很重要 有时候就算你说 和家人 和爸爸妈妈 或者是怎么样也好 有时候 大家的沟通的时间也少 就是要了解 了解他的需要 有很多时候 文化背景有时候 不出声 所以第一件事 首先就是了解的需要 如果了解需要之后 每个人应该有一个家庭的医生 或者是主层的 Primary Care的医生医师 或者是队员 然后看你的需要是什么 之后 看看他可不可以 达到你需要的服务 因为有不同的系统 我们安乐居的系统 也是不同的 有很多其他不同的系统 不同的诊所 看看他们的服务 是否适合达到你的需要 如果是达不到的话 要看看外面有没有其他的选择 都是这样的方法 先了解 需要什么人 从那里开始 其实很喜欢你用了两个字 女医生了解 其实了解一个人 不是那么容易 了解自己也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安乐居 这个评估 就是要做一个评估才知道 其实评估里面 我们有社工 医生 物理治疗师 家居护理组 等等 那么多人去帮你了解 是的 当然 如果你自己独居的一些长者 你很难了解到自己 需要什么 或者了解到自己本身 是有什么问题 但是我们的团队可以帮你了解 就是做评估 如果你是家人的话 有时候家人都未必知道大家需要什么 所以我们也可以 安乐居的医疗团队 或者评估的团队 可以帮你了解清楚 究竟你家里的长者需要什么 所以 其实了解很重要 今天多谢安乐居的医疗总监 呂耳斌医生 上来和我们谈谈 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谈 多谢你 今天多谢安乐居的医疗总监 呂耳斌医生 其实很多朋友都有问 譬如有时在街上见到我 也有看你们的节目 也有些人问 究竟安乐居做什么 今集也是很清楚地解释给大家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关于安乐居的情况 可以打电话上来 其实很多很细节的东西 譬如究竟如何付款 其实安乐居是接收红蓝卡 白卡等等 亦都可以问一问 究竟如何参加我们成为会员 也要做一个详细的评估 如刚才呂医生所说 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们 以及将要好像 刚才呂医生所说 了解自己 或者了解你家人 究竟真正需要什么